今天路过小河边发现一条红色的鱼正在这里随波逐流 试试能不能用手抓上来 抓到了 哎呀,手被扎了一下被它跑掉了 这里还有一条,继续抓上来 鱼也太灵活了,必须想个什么办法才行 上次升级的南瓜神器抓了很多的鱼,这次把它继续改造一下 用刀切开南瓜屁股制作出一个排水装置 把这些多余的果肉掏出来拿去喂鸭子 用牙签堵住排水口防止鱼儿逃跑 再用牙签在南瓜的正面做个禁鱼口 这样南瓜神器升级版就完成了 到河边了,找个合适的位置 这里不错,水流湍急 准备了一些石头,利用这些石头缩小一下 下河流的面积 这样抓到鱼的概率就高了 石头放的差不多了,现在把南瓜神器放到河里 水流太大,变快石头 只要上游的鱼下来就会进入我的南瓜神器里 下午来看收获 日常来喂养小猪 是时候去看收获了 你们看,里面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 应该抓到了不少鱼 赶紧把南瓜神器拿上来看看 先把这些牙签拔掉,方便把里面的鱼获盖出来 看样子有好多品种的鱼 先给鱼儿们来点氧气 现在我们看看都有些啥鱼 哇,这条大嘴鱼好大呀 估计有半斤 这里还有一只龙虾 还有很多背上有刺的蒸蒸鱼 千万不要碰它哦,抓到手会很痛的 只可惜没抓到那红色的鱼 不过还意外抓到了大型大嘴鱼和蒸蒸鱼 今天的收获还算过得去 哈哈哈